每天一个精彩视频 带你回忆美好童年 大家好我是小放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见会的强强对决 观众方式紫金城 对战方式西大老剑 紫金城这边上的是一个四宝一 就是女儿方顿的双风 配合着化身四家地府的两大辅助 保持一个三嫂大同 对战方西大老剑 上的是一个盘司方顿的双风 配合着花果山家女拔木 开了一把龙阵 也是被观众方阴振 大克10% 这把大克也是让对战方 非常的难打 尤其是面对四宝一的时候 拿不到物理速度 那你花果山跟大同官府 不管是经脉种族 还是技能各方面 讲你想跟大同官府抢速度 几乎是不太可能 所以说这场比赛 对战方也是面对观众方的四宝一 打不进来 观众方这四宝一也是打不进去 导致了这场比赛打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又是一把飞机局 咱们直接就起飞到20回合 好的兄弟们 咱们坐着飞机 直接就来到了第20回合 观战方和对战方 现在的状态都非常的不错 但是对战方的女拔木没有换魔 双方现在人物都齐全 宝宝也算和解 对战方只是少了一个宝宝 地府先抓一下 观战方大同官府 应该是已经有 马上就有十层的建议 20回合 十层的建议 看看大同官府 直接开扫 扫对战方的二号位宝宝 扫完了以后 咱们就能看到大同官府的建议了 十层的建议 对战方直接拉出一个地厅 还要继续压制一波 观战方大同官府 这个大同官府确实很扫的节奏 也是非常的好 20回合 十层的建议 也就是说没有浪费 几乎是每一次很扫 都扫的出去 由于双方都上的是一个双峰 对面这种就是 盘丝方寸的双峰 虽然有一个 以低速打高速的能力 确实是面对 就是面对一个封印的时候 还有点效果 但一旦面对两个封印 而且是观战方这边 拿到一速的时候就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乏力 两个钱砸过去 给到对战方的地厅 一把战敌加上 就看对战方这个地厅的速度如何 一定要快给我观战方这个辅助 这速度 能出手 还不错 看看地厅伤害 加了战敌的 3900 大同官府直接要倒地了 8800 大同官府直接倒地 女儿所以也不一定扛得住 3600 这伤害还是在 2300 出不出法联 出了一波法联 女儿村 1700 又出甲 最后一下洛言 砸到了宝宝身上 应该是点的观战方 大同官府 秒的 大同官府倒地 也是下滑 到了一号位宝宝身上 那这大同官府倒地 也是拖了一下大同官府的节奏 但是就看观战方 有没有配合化身似速度的 宝宝或者是人物 不管是地府也好 宝宝也好 只要是能拉起大同官府化身似一口活血满上 大同官府依然可以继续喊扫 并不影响什么 对战方感觉 这一下打的 虽然取得了一点点的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根本就没有用的一种效果 无奈之举吧 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女儿村先给自己砍一个腰 毕竟自己也处在一个残血的状态 对战方方寸 控制下观战方方寸 三一把射魂给到观战方 进聊 给到观战方的女儿村 地府直接拉起了大同官府 一口活血给大同官府满上 对战方这个地厅出的 没意义了 没意义了 能压死观战方女儿村的话 可能作用还大一点 但是没有压死大同官府 又是一把狠扫又出来了 完全没有脱节奏 完全没有脱节奏 对面现在最大问题是 场上几身下一个宝宝 得赶紧补宝宝了 不然可能被观战方这边一波打崩的 不要小瞧这么一个三扫大堂 已经是十一层建议了 那下次再横扫就出了建设效果 而且不能被保护 而且是不能被保护 对战方的人物单位 盘视换魔都非常的有危险 对战方先招出了小怨铃 宝宝下滑到对战方一号位 宝宝身上 清掉一个小怨铃 现在观战方被封印的也是比较惨 我不知道这个进聊算不算封印 能不能逆进 能不能逆进 就算不算逆进单位 这个我还不知道 女儿村掀起一个指 观战方有地府的情况下 是可以直接扔一把寡玉令的 一把寡玉令直接解开 地府还是比较克制 盘司的 地府还是比较克制盘司的 所以说现在盘司 为什么上不了复战的舞台 这也由于地府的原因 你如果是上盘司的话 感觉 面对双方 你拿不到速度 面对国标 又有地府 挺克制这个盘司的 所以说不一定能打出一个很好的效果 解开花果山 女儿村先起一个塔 宁星道府给大同官府直接打上 看一把封印 多花成年 再扔给观战方一速 女儿村 还是要以低速打高速 但是观战方直接寡玉令人上 这个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这不管是静疗也好 这封印也好 这没什么用了 开始建设了 五千二 大哥你还不如直接死掉呢 神佑了 连破 破不担心 雪上加霜 感觉疯了好难受 当头还是要压制观战方的大同官府 一波打过来 笨魔再跟一把群秒 看看前排招的是什么宝宝 前排刚刚也是换出了一波全新的宝宝 善恶宝宝 那要是出善恶的话 应该是要压制观战方人物单位 这大同官府不一定站得住 还有最后一只 力劈起一下对战方的换魔 还有最后一只归宿的善恶 归宿善恶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出了善爆加了一百血 大同官府没有倒地 观战方是可以直接活血的 对战方舍不舍得换虚名啊 因为刚刚换出了一波宝宝 估计是不舍得换 进聊再给到观战方大同官府 寡议令直接给上 双方打了一波心里 观战方直接预判性的放一波寡议令 直接临缘推啊 也是防止自己的化身似 被对战方封印 打得都非常的稳健 大同官府现在的血量又上来了 所以说刚刚那波压制又打得太失败了 感觉现在压观战方的大同官府 好像没什么作用啊 又是一波压制啊 还是继续压大同官府 你这没有输出速度啊 这压不住大同的啊 大同是比对战方的花鼓山速度快了啊 压不住这么压完全压不住 拍死也没用啊 观战方地府还可以继续拉啊 那下回观战方地府 不管是用药还是用技能 可以直接拉起观战方大同官府 化身似又是一口活血上去 那这大同官府的血量又满了啊 所以说这种压制没意义啊 我感觉没意义 一把金钦保了化身似 一把出手 地府啊 看看是用技能 还是直接用药拉啊 都可以啊 没有任何问题 速度卡的也非常的舒服啊 一把效力 给到观战方的化身似 直接地府 人拉啊 化身似一口活血 速度卡的太舒服了 大同官府又是一个满血 并不影响他横扫的节奏 啊 对张方也是选择了一把金钦 看看大同官府 横扫的目标是谁啊 扫五号位宝宝三千二 又是一把剑射来了 五千二 还不如直接死掉 对张方已经出现两次 这种宝宝残血 占住的局面啊 嗯 让大同官府扫出了三下啊 现在对张方估计 多么希望自己的宝宝 抗性差一点 对张方终于是换了目标 点上观战方的化身似 看看能不能点死 化身似的抗性啊 一定是全队最高的 最后一只 排过来 化身似没有死啊 就看对张方敢不敢 换须名 敢不敢换须名 可以换两只观战方女儿村 但是观战方女儿村 可以给化身似卡药 这就是双方博弈心理的啊 博弈心理的一个过程 就看观战方女儿村 卡不卡药 对张方两个风系 舍不舍得换宝宝啊 女儿村没有给化身似卡药 选择了一把碎玉强包 光寸一把落魄扔过去 那这把 静疗啊 打不上 没有封撞啊 但是观战方是给了寡鱼灵的啊 这 一把舍身 直接满上 那这把博弈的话 观战方完胜啊 观战方完胜 对张方又 抓瞎了啊 又抓瞎了 破天 还是继续压制观战方的化身似 感觉化身似的愤怒 现在有点满 对张方想办法笑了一波啊 得想办法笑了一波了 上后宝宝继续拍过来 化身似血量太高了啊 你不舍得换徐米啊 女儿村 继续控制对张方的女麻木 没有风筹啊 都是水风 对张方一波笑里啊 终于是过了啊 确实化身似 这吃了两波伤害 愤怒满满啊 愤怒满满的 落花成年 继续扔给观战方女儿村啊 这个时候以低速打高速 其实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啊 不是那么明显 给化身似继续卡一高 身上应该是含有胀气的效果啊 看那个卡要的啊 有胀气啊 有胀气 所以说看到了卡要效果不是很明显啊 化身似的舍身曲 也是只是舍到了一个9000多 对张方这盘斯的啊 胀气还可以啊 还可以 但是怎么说呢 你在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这种胀气只能是脱节奏啊 只能是脱节奏 观战方继续打对张方地听 看看这个地听的速度 能不能出手 两个杂啊 这二狗一贯的作风 直接换一只许米啊 这三套连招下来 对张方是地听啊 也是直接飞了 对张方方寸山的血量 直接被压成了一个半残 很有危险 观战方大同工夫 加上一把魔镜激发 这回的目标 直接是大蛇4400 建设到了方寸 再来齐前啊 对张方二号位宝宝 选择了一把神诱啊 神诱了 但是对张方方寸山怎么办啊 连破 连破 绝命连破 对张方也是无奈 这回合又选择点杀观战方 女儿村啊 有点乱投衣的味道了啊 就是见谁点谁啊 点杀大同工夫 感觉没有意义啊 换了 方寸 换了华生寺 感觉华生寺又点不死 又这回选择了女儿村 但是这个女儿村 点死了 没有任何意义啊 真的是没有一点点的意义啊 咱们继续往后看 女儿村由于有移速起来是可以直接偷九金星的 啊 华生寺也是在金星的保护下是完全可以获选 所以说 感觉现在风狼吧 就是找不着突破口啊 就是一点点突破口都找不着 好难受的 魔镜激发再给大同工夫加上 大同工夫直接横扫 目标是对战方的花果山 这花果山完全扛不住啊 这三刀又扫了出来对战方 二号位宝宝再深入一次 二号位宝宝也是吸收了非常多的伤害啊 换须弥 观察方这边可以换一波须弥了啊 换个两只吧 啊 两到三只须弥厂上有一个卡速的孩子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女儿村站起来直接换须弥压制队长 换个盘斯 盘斯 三前一啊 这须弥伤害 太炸了 看看女儿村一把战笛给自己的须弥加上 就看这个须弥的速度太慢的话 好像加须弥没有什么必要吧 啊 光寸山也是直接换须弥压 开始进入一个清场模式啊 大同官府直接曾建议以后 这个建设的伤害也是有点高 对战方一把金钦 但是厂上没有人物单位了呀 啊 拉起自己的花果衫 继续砸 活血 给花果衫满上 这 加了一点点血啊 这战方化生死 为什么没有人心啊 三层的人心 这干什么了 看下压顶继续砸 现在对战方人物单位全部残血啊 除了一个啊 女把目对战方化生死 有个两把的灵源 可以群推一把 这回啊 有三把灵源了 这三把灵源大概能加非常多的血量 六千血左右吧啊 我记得好像是六千血左右 吃心 继续控制对战方的化生死 又近了 给到观战方 女儿村 但是没有中观战方啊 地府又金钦啊 啊 地府又金钦 化生死 一口活血 给女儿村满上 那观战方现在状态非常的好 对面压力非常的大 一把珠子推 三把灵源的推啊 四千多血 才加四千多啊 那还不如一层一层的用呢啊 可能是没有 没有小四海 继续点上对战方的女麻木 这两刀直接结束了啊 八千九 建设四千多 又出连破 咱们从二十回合 看到现在啊 已经出了十二回合 出了三把连破了啊 这你让对战方怎么的啊 这完全打不过 有大克 有速度 韩风匡能出连破 三扫的节奏又非常的好 感觉蜂王 没得打啊 这就没得打 完全的一波碾压 又给自己的虚米 加上了一把战敌 队长王现在宝宝 有点忙不过来啊 就无力清掉观战方 这前排三只虚米 小索 再挂 给到队长王盘斯 拉起自己方寸 金刚腹啊 继续拉起 大头官腹可以继续扫 头上有无魂 看看中不住 这把无魂也非常的关键 魔镜激发加上 无魂贴不贴 无魂 贴了 太关键了 队长方这一回合 也算有保住了 自己一条小命啊 神针宝宝还神幼 这神针伤害 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 看神牙顶 继续秒 女儿村啊 也是直接倒地 队长方方寸 也是直接倒地啊 没有女儿村啊 胡说八道啊 我在骂自己 小月灵招一招 怎么办啊 那这回合怎么办 队长方再人无魂吗 世心继续控制女麻木 队长方 韩斯也是自动啊 小组继续挂给队长方的花果山 水清 把大堂出手 这花果山可能一刀就 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卡了一个药 一刀 哎呦 就这个药啊 给了大堂官府 替二下出手的机会 一万一啊 对面一把血亏啊 这个小四海 卡了一把血亏 还把自己的孩子 给建设飞了 这孩子自杀了啊 算是自杀 卡了一个一千的药 看观战方 多扫除了那么一下啊 又把自己给建设死了 啊 算自杀啊 算自杀 这个药卡的血亏啊 哦 这宝宝又全飞光了 场上仅剩下三只宝宝 下回合观战方的目标 可以设定在 对战方的盘丝洞身上了啊 感觉 感觉可以 描下对战方盘丝洞 现在对战方感觉出蛇 也不太合适啊 出了蛇以后 被观战方一把狠扫过去 蛇的抗性 跟人物单位比又比较差 对战方应该是想逆境了啊 想逆境 小死亡回合数也比较长 看看能不能逆出来 还差一个封印吧 啊 女拔木取秒 这个 这个 乌龙丹 这个乌龙丹是干什么呀 是沟通不到位吗 应该是想逆境的吧 不然不会卡给小月铃啊 七层的小死亡 你这不逆境没机会啊 对战方盘丝洞这是疯了吗 又卡了一个乌龙丹 刚刚刚盘丝洞干了个啥啊 一把巨剑斩过去 建设 换宝宝 孩子 哎呦 这几回回的操作啊 对战方西大佬 我没有看明白啊 就是这种乌龙丹卡的 两个乌龙丹卡的都卡到了怨林的身上 直接起罗汉了啊 直接起罗汉了 可能是卡回合了啊 可能是卡回合了 输着完了 就是这种药瓶卡的有问题啊 观战方战敌加上 这地铃一出手 顶着对战方的罗汉都扛不住啊 感觉 啊 看看对战方能不能扛得住 啊 观战万象直接出手 也是没有跑 哎 两个吸收宝宝 啊 应该是神佑了 不是吸收了 哎 哎 哦 又神佑了 啊 我还以为是两个吸收宝宝 原来是地铃啊 顶着罗汉 打出了一种爆炸的数据啊 直接要清掉对战方 两个宝宝的那种伤害啊 对战方想点杀观战方女儿村 但是女儿村被打成了一个残血后 就是让宝宝跟上 1200女儿村啊 也是直接倒地 啊 也是刚刚那一波啊 吸大老街的操作 让我头有点晕啊 突然之间不会解说了啊 突然之间不会解说了 对战方 怎么办啊 怎么办 好像确实有点无奈啊 无间地狱直接开启啊 观战方这边再换地厅 一把金星给到 那下一波对战方应该是没有罗汉点了啊 没有罗汉点 这地厅出场再加上三扫大堂 直接清场啊 大堂 这个血量好像被打了一下够不够很扫 啊不够很扫 女麻木一把群秒压制了观战方 女儿村大堂官府也打成了一个残血 观战方方寸的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卡了一个大金 山导宝宝宝再跟上来 但是好像问题不大啊 虽然观战方血量很长啊 女儿村倒地 但是感觉问题不大 强控队战方盘四 小索 继续挂给队战方女麻木 大堂官府直接 很扫吗 很扫有点亏吧 啊 很扫是有一点点亏的队战方直接换了虚迷啊 没有办法无奈之觉 最后 想来一波冲刺 看看能不能冲掉观战方紫禁城 模拟激发加上观战方向再来 队战方女麻木也是直接倒了啊 哎 没有点着女麻木秒吗 而且好像没加战敌吧 这个伤害 啊 没加战敌秒到一个二十多滴血啊 有点 看不过去了啊 还是战敌牛啊 我一直以为地厅厉害 还是战敌厉害 啊 没有战敌的地厅啊 就是一把吸血 哈哈 大脑开扫 直接扫到队战方的化身四 身上两刀直接结束 化身四也是应声倒地啊 化身四身上的死亡效果应该是非常的多啊 大死亡十一回合 那没了啊 队战方 这场比赛啊 紫禁城打的确实不错啊 前期大同官府的节奏太好了 而且队战方疯了 在上一个盘司里面对观战方 两个风险的时候 啊面对观战方两个风险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法力 而且观战方这地火 确实比较克制对战方的盘司啊 确实比较克制对战方的盘司 让盘司的禁聊 无处可用啊 无处可用 对战方一把金钦 解开封印 加加血啊 但是 无济于事啊 还是那句话 无济于事 比天 继续秒 女麻木也是一把取秒 感觉队战方可以收宝宝了啊 可以收宝宝了 风狼确实导不着出破口啊 也是点杀过观战方的大逃 点杀过化身寺 点杀过女儿村啊 都点杀了 但是都没有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效果 也是由于观战方这个速度拿的太舒服了啊 就是这个地火的速度比化身寺快啊 不管是寡于令的释放 还是药品啊 就是拉人物的释放 都非常的合适 非常的舒服 恰到好处 这把二狗拿下也是实至名归吧 确实是 再加上一把大克 让这个大同官府的输出伤害 异常的爆炸 对战方也是直接选择了逃跑宝宝啊 应该是结束了 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放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还有就是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视频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我尽量被大家找到并且做出来 最后一回合 换地厅 换须米了 好 再换一只地厅 吃下站地 给地厅加上 直接清场 哎呦 虚米啊 点了逃跑了 鬼魂的啊 还是一个鬼魂的孩子 秀伤害啊 秀伤害啊 秀伤害 三把站底啊 这都结束了 大哥 昌林雪宇啊 昌林雪宇啊 通灵火山 关照万象 啊 一下结束 再见 拜拜 拜拜